在世界技能大赛的汽车技术项目中 有八位技师进入决赛 来自山东辽城的小伙杨绍辉代表中国队出战 把自己平常训练的给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就以这个形态的去面对这个市场 但是也不可能说不想搞这个利益 汽车技术项目比赛分四天时间 除了板金喷漆和开锁 车辆其他的故障都在比试范围内 全面考验汽修技师的诊断和维修能力 在比赛结束之后 组委会把金牌的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一刻 直到颁奖仪式时 杨绍辉都不确定自己的名次 只知道能站上领奖台 工作人员是他手里一个平板 平板上会告诉人的名字 就把你叫过去 但把你叫过去 你只知道你是前三名 就你有牌了 颁奖现场 杨绍辉最担心的 就是先听到自己的名字 最先念到名字的是第三名 接下来是第二名 同牌 银牌站上去之后 发现自己是金牌的时候 才发现新来就比较高兴 比较激动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杨绍辉的技能成才之路 颇具传奇色彩 2019年 他初中毕业后 到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学习汽车修理 这所学校不仅培养汽修工人 也承担着世界技能大赛 汽车技术项目的人才储备任务 他有六位师兄 入选过国家集训队 刚开始学习汽修 老师给他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再也不能说 差不多这三个字 把这个挂钩挂到什么位置 你必须每次都挂到那个位置 你不能说差不多了 这是更体现降薪的一方面 首先要消除差不多 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更注重精准 像变速箱组装环节 就是只有成功和失败 没有差不多的中间状态 他要求双手配合 同时拿起六个轴承 把它们一起插入到 对应的六个孔中 这个东西不是 你看到的是很简单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 训练过多少次之后 才能达到的一个效果 学习了三年气球的杨少辉 入选了学校集训队 那时他比队友小两岁 并不被看好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改变了大家对他的看法 2022年 他参加辽城市的选拔赛 憋着一股劲要证明自己 然后当天晚上也没有睡很好 反正就紧张 然后就到了比赛现场 就是念到我名字去比赛 然后那个裁判长一吹那事 一吹完之后就更紧张了 紧张就跟那个弓箭一样 收一下就飞出去了 由于过度紧张 杨少辉在比赛的第一个项目 发动机维修中发生重大失误 平时从来不失误的动作 就偏偏在比赛中失败了 装气门那个手片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了一种情况 就是因为手抖 然后并且那个底下可能压偏了 压偏之后呢 弹簧就飞出来了 飞出来之后 那个手片就给崩飞了 崩飞之后呢 就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 崩飞了一个零件 那时别人在比赛 杨少辉却满赛场找零件 找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丢失的部件 幸运的是 他在比赛截止前五分钟 完成了组装 在准备第二项比赛的时候 他的心态开始出现变化 当时一开始就自己硬撑了 看到教练就绷不住了 感觉 他当时又来了第一局 我可能不适合比赛 他就这样就可以 然后说完这句话 他就开始在那掉脸 杨少辉在市级的选拔赛中 就发挥失常 心理崩溃 更别奢望进入省队 甚至国家队 那时 他代表中国 参加世界大赛的梦想 看上去就只是幻想而已 那个在绝望中的小伙子 哭着哭着 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将来走之后 就努力的一个平复 就他们给我接了一杯水 然后慢慢地喝水 换水就做深呼吸 慢慢地做深呼吸 给自己打气 说下一把一定行 下一把一定行 经过短暂的调整 杨少辉再次走向赛场 谁也没想到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屏蔽掉所有干扰信息 一心一意 只盯着手里的活 我不看任何人的一些表情 才拍了后我也不去管他 就认真做好我接下来的一步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杨少辉展现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实现了大逆转 夺得辽城市选拔赛冠军 一个18岁的小伙子 在20分钟之内 能战胜内心的紧张和绝望 尤其是他重新投入比赛后 不受外界影响 心无二用 专注比赛的能力 这迅速引起了国家队教练组的关注 后来杨少辉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 入选国家集训队 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高手 国家队对技师们有更高的要求 很多精细活 更注重手上的感觉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 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位 高水平的汽车维修技术 对保障汽车工业的健康发展 和人们的安全至关重要 现在中国正在加大 对专业汽修人才的培养力度 并通过赛事选拔的方式 完成年轻技师的省队 和国家队的梯队建设 杨少辉为了能通过国家队的最后选拔 他每天七点起床 不断学习新车型的特点 掌握诊断和维修技能 他总是不知不觉地就加练到后半夜 偷偷卷 卷到好几点不等 反正就竞争 当时竞争比较强 如何在枯燥的训练中保持专注 这对选手来说是最大的难题 凌晨的维修车间里 杨少辉经常一个人加练 他找到了一个办法 让训练变得更有意思 他甚至把手中的工具 想象成小时候的玩具 这个大流程不变 在其中一些小细节的话 会改变一些 就是很小的一些 比如说动作 比如说原来是这样甩 可能说这样甩 就是找一种一些好玩的事情 去来抵消这个枯燥的心情 杨少辉的学校到家里 不足一小时的车程 他却很少回家 休息时间 他在宿舍只顾蒙头大睡 似乎进入到了一种 蜂膜的状态 一般的话 那一天就是 从昨天晚上睡到中午12点 或者是睡到下午 就一直在补这个 睡觉 或者补这个精神状态 补蜂膜不成活 杨少辉在训练中忘记时间 他甚至专注到忘了四季 2024年春 气温超过20摄氏度 他还穿着冬装 父母到学校看望他时 第一个想法却是 带他去看病 人家都穿着那个春秋仪 他穿着个大面 我胡拉着出来 我不是想去点啥的 他妈也害怕 他又不得令他看见吧 大赛前 训练中的杨少辉 完全记录到 心无旁骛的状态 对于前来送行 半年没见的父母 他却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忙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我和他妈 斩他根 他不说给胖子开的时候 摆摆手 那个我小脸 瞄一眼后 随着他做他的 人平静 风魔过后的杨少辉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决赛上 迎来自己的巅峰时刻 他以精湛的技能 和冷静的心态 征服了评委 在这次大赛上 还有许多像杨少辉这样 优秀的中国选手 他们在59个项目中 收获36枚金牌 证明了中国职业技能发展的 整体实力 和年轻技师的精湛技艺 这些年轻的大国工匠 代表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